網路版的有英文喔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超過大獎 我們最新最好看的世界電影 我害羞的都蠻熱的 手掌要這邊要 要不拍到看下去 那我剛才看這個動作怎麼做 這個小雞 講一下很帥喔 怎麼會掉下來了 男子氣概 哇 好遠喔 一般我們想說 自己的那個小牛或是小羊 只要用到那種剁刀 沒有 一把刀 船頭截到我 哇 好重喔 不要掉在地上了 沒錯 今天是舞台 今天的目的地 就是特樂及國家公園 距離首都烏蘭巴托大約一個小時的車程 我們也正式進入特樂及國家公園的範圍之內 這裡海拔大約一千六百公尺 佔地面積有十個台北市那麼大 也許是無敗無波比 我們找到了才剛在山腳邊安頓下來 準備過冬的毛牛人家 我這個台北都市熟 要開始亂入牧魚媽媽的生活啦 我才挖一聲他就動了 他怎麼還會怕是不是 哇賽 你那麼大隻 你會怕 我也會怕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喔 你有站在牧牛旁邊這麼近過嗎 可以這樣摸牧牛 好可愛喔 而且你看牠剛才這樣子 這樣子摸牠是讓牠安心是不是 你看看 捲捲的瀏海 圓圓的眼睛 簡直就是萌度破表啊 可是這可看性不重要 實用性才是重點 牧牛全身都是寶啊 從裡到外 從上到下 都跟牧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 然後我們現在呢 要做的是 幫牠 這個是要幫牠梳毛用的嘛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牠這個爪子 其實非常的尖喔 非常的尖銳 畢竟牠是刷牛的 因為牛皮比較厚 牠比較不怕 牠這個爪尖很像什麼 像我們梳貓毛的那種 貓毛當然比較短比較小 梳貓毛用的 所以你每天都會幫牠梳毛 是不是 五月份的時候 我是聽說在西藏他們也會用啦 就是 因為牦牛毛非常遇寒嘛 所以他們會把它拿來做成 像外套對不對 做成外套 衣衣服這樣子 對 我們在外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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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光是毛這樣 就事關重大啦 部位不同 粗膝不同 用途也不同 長毛做繩子帳篷 絨毛做衣服毛毯 而且 有些地方的毛 不是你想剃就能剃的 我自己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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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難怪 你看 它上面是短的有沒有 嗯 那下面這邊就是 到這邊切線下面 它趴在地上的時候 會 會碰到地面的地方 它就會讓它流 一直讓它流 不把它輸掉 就不把它剪掉 就鋪一個墊子嘛 至少地板不會冷 對它們來講 一樣的意思 所以這就是它們的毛墊 所以只收集這邊 只收集這邊 媽媽說 雖然現在 不是取牛毛的季節 還是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 每天早上七點的例行工作 就是擠毛牛奶 接下來就是要把 餓了一晚上的牛 趕出去吃早餐啦 開始 往那邊趕是不是 去 好 OK 這牛這麼好趕喔 毛牛好膽小喔 有沒有看到它這樣子 一走過去 它們就去 全部都往那邊走 嘻嘻嘻嘻嘻 嘻嘻 好厲害喔 很會趕耶喔 對啊 就學毛媽出那個聲音就好 嘶嘶嘶嘶就好 嘶嘶嘶嘶嘶 嘶嘶 脫隊脫隊 幹什麼幹什麼 你在吃什麼 他不是要打架嗎 不會吧 沒有在吃 去 去 去 媽媽也在那邊 把那邊趕過來 然後我在這邊把那邊趕過去 合作五件 你很適合慕名生活耶 還好 可以體驗 我覺得在這邊 如果你想體驗那個冷冷的感覺 然後那種有點像高原啊那種西 那種類似那樣的生活 其實在蒙古蠻好的 因為這邊沒有那麼高 但他一樣會冷 你不用耐用什麼高原反應什麼 但你還可以體驗牧民生活 其實我真的覺得蠻好的 把牛帶到山的另一頭吃草 只能算是暖身工作啊 為了讓牠們吃得保住得好 拔屎拔尿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的羊肉 現在把這個小牛 放出去 這個 吃草了 那我們現在這邊是要算是 清潔工作就對了 那你為什麼外面的不先親呢 外面怎麼親啊 外面怎麼親啊 這麼多大便 對 因為他應該要親 因為他應該要親 他應該要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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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踩到應該沒關係啊 但自己踩到就像我的腳這樣子 好 好 周圍得要親喔 哇 放眼望去我看到的十筆石頭還多啊 那我先親裡面好不好 哇 全部都軟軟的 欸 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放在那裡 對 第二次可以放在那裡 對 欸 媽媽 你等一下還要去親那邊 然後你現在丟出去 不是要親兩隻嗎 對 我應該要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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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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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能別人家門口啊 哈哈哈 要多遠耶 別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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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師啊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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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隔壁鄰居有多遠 啊 我們往那邊走喔 你可以了吧 哈哈哈 哈哈哈 攝影師太急了 然後我們就往他架的方向走 那你這樣往他走遠嗎 欸 什麼意思要讓我走遠 大家一起忙 好啦 阿!你要去哪裡欸? 今天工作就辛苦,餓了 好了,好吧 咱們機器就把它釘在一個位置 然後再讓牠們親眼親 不就趕趕牛,輕心大變 這樣你就想算了喔 牧民生活嘛,簡單就好 這不就是追求簡單的人生嗎? 欸,我這個話說的一點都沒有錯喔 遊牧人家的生活與工作 全都圍繞著牠們的牲畜打算嘛 主要就是打點好牛羊的吃喝拉撒睡 這樣的日子夠簡單了吧 啊,殊不知媽媽說 這些工作是不複雜啦 只是喔,巴屎把尿的工作還沒結束呢 我的樣子! 要把牠手掛在那裡 為什麼? 這樣的話比較方便 哦 這樣屎不都站到身上了 當然要 但是都是乾的,所以不會站到身上 這樣子 然後你是右撇子吧 沒關係,我這樣也可以 左撇子會扔到自己的臉上 哦,那 那還是 我是右撇子 對 好 欸,我手受傷了媽媽 我現在還要工作 要 我知道要 OK 看一下什麼樣的大便可以剪喔 啊,這種大的這種 這種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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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為什麼 這乾的啊 哦,表面看起來乾 它我摸起來感覺都像是乾的 但想不到 啊媽媽媽媽媽媽 不行 不行 哦,這也是 不行 不行 哦,還不行 媽媽還摸中間的 看起來濕濕的 顏色就不行 那冬天怎麼辦 這邊都是雪 大便還會乾嗎 儲存起來 過冬 所以你看他們過冬 所有的忙碌都是 單純為了生活 我今天要過冬了 要過冬我就是要 蒐集食物 蒐集燒的柴火 OK 勉強可以 學習力很強 在看石這一方面蠻厲害的 有專業就對了 當然 完全不會浪費任何一塊石 每一個都是有用的 這些是關著他們能不能度過冬天 在廣大的牧區裡 牧民足水草而居 無論冬季牧場還是夏季牧場 到處都留下一團團的 毛牛屎 撿回去當然料的只是一小部分 大部分都會變成肥料 盛進土裡 這樣一來土質肥沃 牧草豐盛 牛羊就能長得頭好壯壯 對牧民來說 這些才是名副其實的黃金 我的羊肉 這個要怎麼背 像剛剛那樣 好像左手 我剛才以為 好 OK 蠻重的耶 我大便怎麼走 然後這樣 啊 怎麼了 怎麼了 我剛才往前擠他 大便是不是 有沒有 啊 有大便在身上 大便在身上 那我想到一首歌 大便在我背 大便在我背 身為一個遊牧民族 身上隨身積在一起的大便 也是合理 但照我們的講法 像是鄉下人的生活 農田生活 我們是農田嘛 他們是遊牧 真的很辛苦 你以為那大便乾掉 好像水分沒了很輕 這個很重耶 我站不直耶 我站不直耶 我站不直才會把我往後拉耶 所以我要這樣子耶 我要往前傾 他這個好歹 三四 三十幾公斤一定有 一定有 這二十還趁機嗎 應該只能用perfect來形容了吧 對牧民來說 牛糞就跟寶貝一樣 因為不管是煮茶做飯 還是取暖 都要靠它 媽媽說牛糞其實就是草料 燒起來不淡不臭 還會有淡淡的草香喔 再加上牛糞的燃點滴 容易點燥之外 火力跟熱度都比柴火溫和 所以用它煮出來的毛牛奶 味道也會特別不一樣喔 接下來這件事 導遊說通常婦女不會參與 因為這是蒙古男人的工作 這個大概幾歲啊這個羊 這個大概幾歲啊這個羊 3歲 欸這很重耶 這大概幾公斤啊 3歲的羊 25公斤好不好 小羔羊 最好吃的時候 你看這麼重啊 難怪像這樣子的工作 一般都是男生來做 媽媽沒辦法 他要加一個壯丁 來幫忙才行 OKOK 扶著扶著 用小餐刀 哇你看這種就是要 很有力啊 OK 所以是全部都要肢解掉嗎 全部都要肢解掉 哇賽這個真的就麻煩囉 全部都要肢解掉 這真的需要技術耶 應該不是肢解掉 噢這一塊好肥喔 噢 噢 所以他你到時候全陽市所有的骨頭都要 都要弄掉就對了 它基本上是沿著那個骨頭把那個肉給切下來啦 大家骨頭是留著的 只是看跟那個油脂分開了 它這其實蠻需要技巧的 就好像 而且你看它就是兩把 一把餐刀 然後一把就是這種 我們可能切肉的刀而已 只是一般我們想說 自己的那個一整隻小高 小牛或是小羊啊 只要用到那種很大的剁刀 剁骨什麼什麼 沒有一把刀 就很像我們看日本那種 解剖鮪魚有沒有 一把刀 整條鮪魚全部成頭解到尾 你實際上用看什麼 真的是很厲害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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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重喔 不要掉在地上了 好 可是我今天是午餐耶 哇 真的十幾公斤 哇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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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先放一下 哇 好重喔 全陽是蒙古人給賓客的最高款待 至於這一整隻山陽該怎麼料理 當然就是用最正宗的蒙古石頭烤肉 看清楚啦 人家蒙古人是這樣烤肉的 跟你印象中在大烤盤上翻來翻去 絕對不一樣啊 喔 可以了是不是 石頭夠熱 接下來是怎樣 先放什麼 先放肉 先放肉 挑大 挑大塊 骨頭的大塊 它放是有順序的喔 就是 不可以 不可以小塊的 什麼全部丟進去 它要從大塊子先開始放 好 剛才那幾塊是 肋骨 不是肋骨 肌嘴骨 肌嘴骨的位置 大塊的 要分開放 噢分開放 要要要 它的那個位置 要分開放 好 好 放石頭 放石頭 不要先吹 吹一下 不灰 噢 不灰 哇 已經聞到那個肉的味道 有煙冒出來有沒有 等一下打開之後你看喔 好 開 可以 有沒有看到那個 聽到聲音齁 裡面已經在燒了 最後一個 五個 五個 這樣子是肉放完 然後等一下再放蔬菜是不是 最後放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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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會看到我們準備 洋蔥 紅蘿蔔 馬鈴薯 然後還有 一罐 蒙古的福特加 一整罐 就這樣不斷的 一層羊肉 一層石頭肉 再把洋蔥 紅蘿蔔 馬鈴薯 通通放進去 最後再加進 半罐蒙古馬嘎 再倒進 只用聯合胡椒調味的湯汁 大約一個小時之後 我就傳說中的 石頭烤羊可以吃啦 我的羊肉 我從早上等到現在的 萌式石頭烤羊 終於可以開鍋啦 我的羊肉 感覺壓力都去完了 剛剛撕的聲音都沒了 對 所以現在是可以開了嗎 對 直接開啊 喔 像這樣子就已經可以 沒問題了 哇 哇 混合著酒香 然後那個酒氣全部出來以後 你可以看到裡面 有點像水煮 清蒸過的那種肉 顏色非常的清淡 好硬耶 好硬耶 然後不是那種 呃 像我們一般的烤肉烤完 它會整個顏色比較深嘛 對 然後你會覺得它有焦炭味 像它這個完全沒有 你看看肉 哇 像不像我講的 很像水煮的那種齁 很像那種清燉的 哇 非常的香 先看一下 骨頭邊的肉 你看它這樣子像什麼 像那七分熟 帶一點點PINK的感覺 哇 然後 連接著這個 皮 一點點脂肪 哇 太香了 喔 喔好好吃喔 非常清爽 然後那個肉的味道 很紮實 讓它不是那種 軟爛到泥巴去 就好像化開 還是讓它咬盡一讚 喔 超好吃 超好吃 嗯 對不對 喔好甜 先把水果夾出來 就在我一塊一塊 把肉夾出來的時候 大家也都跟著忙碌了起來 男人煎肉 女人煮湯 搞不清楚是料理的香氣 還是溫暖的人情 讓整個蒙古包都熱了起來 來 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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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甜 好甜 很甜 很甜 哇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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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嫩喔 哇這個肋排 因為太大了 你看 看不到這種大肋排的 一般的甜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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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是每年納達木大會中 最重要的比賽項目之一 今天我的老師洪哥爾 就是2005年的射箭冠軍 他說 想學會射箭 先把弓拉好再說 這樣子啦 這樣子啦 應該 在說 喔 這樣子啦 他是 手是要這樣包住 然後握住以後 後面這樣子 嗯 要把他抓黑線 黑線 喔 OK 所以基本上啊 你是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去拉魚線 是這樣感覺 欸 以前看到人家射箭的話 都是這樣子 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看那個阿板達是這樣 哈哈 原來是這樣子啦 感覺不一樣 OK OK 男子氣概 男子氣概 嗯 喔 好痛喔 喔 好痛喔 我就不相信我拉不開 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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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喔 大拇指 這邊 這個位置 這關節的位置 喔 好痛喔 你們沒有帶那個什麼手套或保護的橡膠套嗎 他有帶這個的嘛 有一個金鎖這樣保護有沒有 這樣子就可以了 嗯 這樣子我就拉得開了 嗯 耶 耶 拉不開喔 哈哈哈哈 好痛喔 這個這樣拉 這個拉力有幾公斤喔 再來用那個 台灣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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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這隻指頭 拉50到60公斤 而且這邊 很痠耶 他這樣 拉下來的那個瞬間 然後你還要穩得住 然後讓他接著出去 喔 對於一位8歲就開始練習 時間長達50年的神射手來說 輕輕鬆鬆就可以拉滿弓 是相當合理的 但是對於一位完全不懂技巧 自力大約1個小時不到的帥氣主持人來說 我能夠拉開弓就要偷笑啦 現在法舊位劍上旋 比較正式比賽距離75公尺 蒙古國納達木冠軍要一載身手啦 來來來來 你看一下 有多遠 有沒有看到紅紅的那個 在地上的那個紅紅的那個 我們在日本泡沙漿 看到喔 台灣泡沙漿的 日本泡沙漿 日本泡沙漿 日本泡沙漿的距離來說的話 總共50公斤 喔 50公 所以這是傳統比賽的時候 也是用這樣子的目標 對 日本泡沙漿 哇 它這個目標很小耶 跟我們那個有一個大圓版那個 喔 霸紅心那個 不一樣 這個更難射中 好 請把它先射一件 讚 這樣 駕駛十足 拉滿空 打中耶 打中了 打中紅色杯子旁邊的那個 小的杯子 天啊 在這麼大的一片草原上 竟然可以一肩并重那 不小的劍把 蒙古鍋之怪果然是名義不虛傳啦 正所謂名師出高度 接下來我 這個剛剛連弓都拉不開的 能把劍射出去嗎 我 喔 一樣抓這邊 喔 我不用抓這個喔 喔 OK 我一樣是這樣抓耶 不用像這樣 你平常拿這個 這樣子 或這樣 都不用 就是 這樣子 它已經卡好了 這樣 這樣卡好一下子 來 這樣很帥喔 讚呢 讚呢 站全側嗎 這樣 全側 對不起 這樣 怎麼會掉下來了 不是應該 撤得好好 如果我認為你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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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啊 這一次啊 盡量這個把這個弓給拉滿 做滿 做好 射滿 射好 這個我怎麼可能覺得它會一直掉下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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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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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出去了 但我拍不到它 所以代表它射很遠 這個 我射超遠的耶 耶 這樣還可以嗎 還可以嗎 是不是 我可以的嘛 不就是把劍射出去而已 至於有沒有中法 跳過 不彈 我們直接進入下個主題 殊不得是洪哥爾的女兒 從小就跟著爸爸練習 年都會參加每年的 納達木設計的大賽 他手上這把傳統工 就是爸爸傳承給他的 爸爸跟你說這個差別在這個工 他說這個 男生女生的工 會比男生的好拉是不是 其實也是一樣很痛啊 但他這個拉起來 跟第一次拉爸爸那個工差 還是有差 他拉起來比較 比較軟 要該怎麼講呢 就是比較好拉 那種感覺就是比較好拉 就跟你拉那個 有些健身有沒有 不是拉那個 有分那種棒數的 有些就比較輕 你是比較好拉 就是那種感覺 那你練射箭練多少年喔 我沒有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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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沒有進行的 我沒有進行的 18歲 蛤? 姑娘18歲一朵花 18歲 七八歲 好歹念了 念了10年 你們不要亂講好不好 我是在做學術性的探討 方便的人不要亂笑 好不好 練了差不多十多年的射箭 你從頭又有練到流血嗎 所以過程中你都沒有因為這樣痛 然後覺得想放棄 或者是覺得算了 不要練這個好多 很自豪 很驕傲 看兩個手 好OK 為什麼這個是OK 我想幹嘛 我想幹嘛 你想幹嘛 他手剪 他這個是 這是在幹什麼 飛牛 先打教練 這就是我們的教練 現在這個算是每天例行的訓練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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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就是 我會做得到 我會做得到 因為我會做得到 我會做得到 我會做得到 這個倒是我第一次這樣聽到 因為一般像我去健身房 或是以前跳舞或是熱身 都一定是各種可能拉完進外 然後跑啊 然後跳啊想辦法自己流汗 但你看他們這個動作 就是算是蠻和緩的 算是蠻和緩的 好 他們都已經開始在熱身了好不好 那我就先去換衣服 我真的覺得有點害羞 教練我這樣還可以嗎 對 先整妝 先整妝 換了衣服以後教練看起來 這麼低是對的嗎 太緊了 太緊了吧 這應該就是槍尾拿 在外面裡面 就這樣 我真的太大件了 這也要再一句 啥啊 我害羞的都蠻熱的 你這個都蠻好 稍微一檔 好 我不太折喔 為什麼 為什麼 喔喔喔 今天 不要看龍骨摔腳 只是摔腳而已喔 好像你把它摔倒就好 他的 非常講究 對服裝的 你看我剛才想說 像摺衣服摺袖子一樣 不行 然後 熱身 喔喔喔拍三次 喔喔拍三次 好痛喔 好痛喔 要這樣子有沒有 我只想說 聽一下聲音有什麼不一樣 OK 那我剛才看這個動作怎麼做 聽聽一下 你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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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慢一點 要慢一點 對 你興趣讓我放開 就這樣 就這樣 對啊 四段 可以 四段 四段 拍三次 然後走 B1 2 2 3 B1 2 2 1 2 3 4 4 哦 三次 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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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這個呢 這個有什麼意思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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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一個動作都是有含義的 不是在那邊開開玩笑說熱好吃上來摔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先摔心熱身 不然等一下我可能會死得難看 蒙古摔跤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紀的匈奴時代 在成績四海時期成為軍隊的必修客之一啊 在孤戰場上 徒步面對敵人的時候 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就是快速摔倒對方之後 補上一刀 這就是蒙古摔跤的初衷啊 在技巧上 有大招三十六 小招如牛毛的說法 光是在比賽過程中 就可以使出上百個變化招式 今天 我的蒙古摔跤第一課 就從最基本的抓開始 你有看懂嗎 我只看到他 抓了 這個 這邊 這是屬於 要反總抓嗎 抓這邊 然後 然後 轉圈 然後 轉圈 哦 你要把它 順勢轉過來的時候 然後再輕輕把它撥倒 所以 衣服是給抓的 這個 這個不行 哦 這個不行 哦 不行 不行 哦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抓這邊的 對 小將頭抓了 往下拉以後 然後 發過來 好 我這樣對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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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轉一轉 做個通告 但是要好好轉一轉 這個是 屬於現實力 所以難怪教練要綁這麼緊 你看 你看我綁得多緊 要被捏到超緊的 以後你就學會了 好痛 好練習 好不好 好 你就是 你有沒有看到 他剛才拉著我甩 我根本 我根本是被他甩著走 好有力哦 我沒有辦法 你剛剛才 再一次 再一次 沒有辦法 停下來 他超有力耶 你已經在被轉的過程中啊 你沒有辦法 不太能控制自己啊 因為他力量非常大 看到沒有喔 光是抓這個基本動作 就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啊 只要由一方的肩膀 手肘膝 膝蓋 頭部背部先觸地 就算輸 所以交手過程中 除了鬥技 還要鬥智 絕對不是只有蠻力而已 接下來 我的蒙古摔跤 第二可能就是 拉 現在是放開手指 手上的那個抓法 你吃了這個 哇 哇 你有沒有看到他剛才摔我一次 你看我的手 他摔我一次而已 這個 雷很忙 他拉很大力耶 哇 哇 是 是 欸 我完全無法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是 是 你往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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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教練 我剛才的問題是在哪裡 馬上在看 這晚後代表提提 之後 就上個才不夠 馬上我代表提提提 還是要練習 還是要練習 所以 所以我跟他的 這個 身材 我是可以照顧到他 沒有分量級嗎 比方說沒有沒有 幾公斤 就是一斤斤 不分量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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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可以 全部都可以 全部都一樣 喔 沒有分量級耶 所以我塞他 以後應該是輕而易舉 好不好 練習 不好意思 我怕他被弄到 欸 這個手 這個手 全部都 好痛 好痛 你看他 他還好 不會痛嗎 不會 身為一個 古武專業帥氣摔跤手 身上有幾條傷痕也是合理的 可是 真的好痛啊 但是 這是拼搏的印記 男人的角力 我就不相信我抓不好也拉不倒 聽說還有蒙古摔跤第三克是吧 來吧 來吧 好可怕 欸好可怕 你有沒有知道 教練剛才是把他整個翻起來 而且我發現他在拉扯過程中啊 需要非常大的力量 這已經不是背力或是什麼 而是你整個全身的力量 你要想辦法扯到他 被你帶著走 而不是 你被他力量反覆回去 超難 我把他整個扛起來 摔 他摔我還是我不在摔 他摔啊 好 好 你現在來 好 好好吃 好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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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幾公斤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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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76 72 你剛才 是 這都要來 對 你 你 好 好 你怎麼會動 可以啊 他 撞到 你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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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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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飄泪 好痛喔 他剛才肩膀 瞬間撞到我 都很難靠 你在這一邊 我怎麼會扛不動他 齁 這麼高 不要跑好拉 快點 中間還是在腳上拍的 好 今天感受了一下皮毛 我覺得完全改觀 真的完全改觀 以前都是覺得這個翻腳 這麼大塊 還蒙古人高高壯壯的 就是看誰力量大而已 結果不是這麼回事 他們發展這根本 為什麼他們可以在奧運 他們可以在正式的運動比賽上面 成為一個比賽項目 因為它其實是有技巧 它真的是一項運動 競技 有人說蒙古族人是天生的戰士 射箭為了狩獵與對抗外族的侵犯 摔跤為了健身和提高格鬥的技能 這樣才能在惡劣的環境和殘酷的戰場裡生存下去 時代不同了 古代的戰績已經變成現代的禁忌 將力量變成自己的文化 也會在這個大力士之國持續下去 成功 成功 成功